手掌比较厚实的人 手掌厚实的人财运丰厚 一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属于很有家底 他们在生活中收入也高 常常不缺钱花 一生容易不为钱发愁 手掌中心处凹陷的人 大家可以把手伸开摊平以后 如果手中间的手心处 有一个明显的凹陷 即手中间有凹槽 这样的人很容易富有 有钱花 并且还有存款 手中多钱财纹 在靠近你的无名指 和小指根部的下面 如果有很多细小线 这些线就属于钱财纹 关注透天机 这些线是越多越清晰 就代表着生活中越有钱花 财源不断 进财渠道比较到 属于从不缺钱花的手相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 所谓元宝形状 即接近于梯形 手中的这些线 如果能组合成一个梯形状 并且封闭严密 这属于大的财库 有财库代表着财后积蓄多 容易有很多的资产 如房子 车子等 整个手形比较细长 手指长 整个手形看起来比较细长 这类人在财运上 从不干一些累的体力活 往往选择既收入高又轻松的职业 并且他们喜欢开支 享受生活 为了使自己不缺钱花 他们想法挣更多的钱 这类人属于收入多 开支多的人 手掌颜色红润的人 伸开手掌 如果手掌苍白 并且发硬 则代表着劳累辛苦 在钱财上比较紧张 如果是白白的手掌中 有几份红润 这样的手相 属于有福的手相 他们往往不需要多大的努力 便会富有 从不缺钱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